哈嘍各位好 欢迎来到安迪的游戏频道 今天跟各位带来是久违的观众投稿系列 那因为频道最近的节目比较多 所以暂时投稿系列的出现的次数就会下降啦 毕竟这也是一个长青的节目了 就有时候比较新的游戏出来 或是节目就会稍微的压缩到这个时间 不过没关系我们依然会继续这个系列 所以最近投稿其实也是还没消耗完啦 那有新的投稿我也有在收 但是或许你们会等比较久 那就请多多包涵了 那今天蜥蜴人要面对的是什么呢 高精灵上次面对矮人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对高精灵的战斗是怎么样 OK那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部队阵容咯 以蜥蜴人来这边看一下蜥蜴人前排 这边使用的是三队的灵溪大队 这个是蜥蜴人的最低阶的一个前线 那性价比还不错 其实对战也算是蛮好用的 在这边的话有两队太阳引擎 那太阳引擎是一个远程的 类似像蜥蜴人的火炮部队啦 就这样想 不过他也是有不错的近战能力的 就是25 32虽然不算特别高 但是伤害还算是蛮蛮厉害的 尤其他打步兵是有外加成命中 所以他打步兵还是还是可以的 还有远古火蜥蜴 远古火蜥蜴是一个破甲的一个巨兽 然后他是会吐这个火焰嘛 然后他有一个意义 这应该是意然 对被他射到的话 你对火焰伤害还会加成 那本身也是火焰伤害的 代表说你被他打到的话 伤害也会跟着地增 那这边太阳引擎是有先开火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炮好了 那会不会打到前方的白狮部队 哇 飞呀 啊 你太阳引擎也是蛮强的一个单位啊 好了我们再看看后方了 后方的话西人还带了什么要守卫 最高档的一个持己步兵 反大破甲抗现能力非常的强 然后后方是西人战士 这应该不用多做介绍 这边还有一对关心士守卫 这也是最高档的一个持己步兵 魔法伤害反大破甲 双攻防能力非常的高 而且他有守护者的技能 可以保护自己的灵主跟英雄 英雄方面的话 哎呀灵主方面的话 这边是用狗禄 好最近天梯好像蛮常出现 这个角色的狗禄 好就是可能比较觉得比较耐打之类的吧 或者是他身上有什么技能 看一下 离御冲锋加护甲 这个看起来也是不错 剩下的好像就都是 看重他的本身自身能力吧 我来一个破甲 然后不错的单挑能力 其实也是行的 嗯 哎法师没法师漏掉了 然后他有一只法师 我在想说 刚才没有看到法师 法师用的是野兽系的 应该又是那一个 卡糖变形术 然后群压盛宴 然后还有一招这个 是什么 安拉海尔的诅咒 可以降命中的 打高精灵 或许也是用到 对的话呢 我们稍微的暂停一下 因为有点交战了 然后这里的话看一下高精灵 高精灵的话前线是长矛兵为主 然后搭配的凤凰护卫 哇 这也是后来也不太常见的 因为太高架 所以高精灵有时候 不太敢选择这种部队 很容易被针对啊 凤凰护卫 其实 只要他没有被什么魔法 或是什么针对的话 他的这个 呃攻防能力是很强的 四十六五十二然后反大破甲 三十六点伤害还带物理伤 物理抗性 右边是龙骑王子一个 全面型的一个骑兵单位 四十四 四十四的四十二的一个攻防能力 然后加上他冲击能力也不错 近战交战 伤害也不错 所以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单位 呃 还有搭配这个洛森海军护卫啦 长矛跟这个弓箭混合的一个单位 非常好用 还有刚才看到的白师也是混了两对 然后 法师用的是生命系 然后带这个单补群补 还有一个伤害技能 范围伤害技能 然后不想念名字 太瑞朗 我也是满喜欢太瑞朗的 太瑞朗跟阿克恩 然后这两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单挑领主 有什么 因为够中二够帅 太瑞朗 第七七十二的双攻防 470点的破甲能力 然后他有一个阿瓦龙之星 哦那个 20%以下的时候会 爆发一次这个阿瓦龙之星 会免死恢复生命 所以还蛮强的 阳攻与还击 可以增加自己的物理抗性 近战防御跟近战攻击 OK 差不多这样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咯 OK 这边是双方对炮的时候 那 远古火西翼 我记得他的护甲 哎 还是算蛮高的 不过 远古火西翼这个范围伤害 如果丢中的话 还是蛮重的 但好像 命中率不是很高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二七三八 或者是在打中 哦 骑兵单位 近战私咬 然后这里的 关心寺守卫 不是 神庙守卫 这是从上上去 然后远古火西翼 也是加入了战斗 所以龙骑王子 直接打 直接打这个神庙守卫 是不太理智的行为 因为他是一个 反大的一个普兵 就算是 你把他换掉了 你龙骑王子的造价 也不是很便宜的 而且真的是高精灵 现在这边 唯一的一个机动单位了 所以如果 随意的送掉龙骑王子 其实对后续的战斗 是非常的麻烦 这边的话呢 西翼人的 灵溪大队 倒是年少的 这个海军护卫身上 阻止了他的远程攻击 稍微压火了一下 东京的这对 洛森海军护卫 被太阳银 射了一个半条血 所以这边战力 也是 显示的非常严重 来看一下这里 远古火西翼 很快就 撤退了 因为凤凰 护卫跟龙骑王子 这边也是冲上来 做一个抗陷 我觉得龙骑王子 是可以早点拉开的 因为他一直在 跟什么样的手 会互打 我觉得还蛮痛 这里的话呢 泰瑞郎 在单挑 太阳银 我觉得没有问题 泰瑞郎要打这个太阳银 也是没有问题的 绝对是可以 但这里好像 泰瑞郎觉得打这个目标 太浪费了 决定去 回头抓一些更高价的目标 例如 没有一个野兽系的祭司 所以他会想要打他 没有他起飞了 Golok OK 泰瑞郎想要来对付Golok 我来看一下 赵月 哇 这里是 洛森 泰瑞郎 还有Golok 这个交叉决斗 我觉得Golok要打赢 泰瑞郎 应该也是相对比较困难 我觉得泰瑞郎 应该还是有办法赢 然后这里的话呢 生命系法师 把灵溪大队 跟走的中间的主要战场 来看一下 都是两边 两边死命的钢 就是对抗在中线 步兵线一般来讲 在前期是很能分出胜负的原因 就是因为 步兵其实要打蛮久才会撤退 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干扰之下的话 基本上不太会撤退 尤其是你看这个关心室守卫 这基本上没有扣血啊 好不好 75元 75个全部都还在 而且太阳引擎这边 高精灵没有办法去阻止他 因为他龙骑王子的状态已经不太好了 而且他这边真的是 从头到尾硬钢这些 哼 有没有守卫 不退 就是 就是不退 就是他其实可以叫凤凰 守卫去打这两对就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龙骑王子要搅在这种地方 好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太瑞昂终究还是有办法对 高洛克造出 不错的伤害 但是太瑞昂自己其实也是受到了蛮多的损伤的 主要是太阳引擎还有分了一些伤害在打太瑞昂 而且灵溪祭司也是下来一起协助攻击太瑞昂的 所以这太瑞昂还是蛮尴尬的 这里羊公公团集开下去之后的攻防能力来到9984点 所以可能 等下可能会爆发这个 凤凰之星啊 士气先崩溃 士气先闪开闪牌 然后太瑞昂往后一拉 这边的话 洛森海军库卫 在这里的话打这个野兽系法师还是有优势的 毕竟还是一个反大的一个步兵 那这里泰瑞昂还是回头来做一个交战 高洛克这边稍微的比较危险 血量边都是差不多 但是泰瑞昂还会危险 中间战线呢 好像渐渐的要分出一个胜负了 不过关心是守卫依然人在中间 屹立不拔 屹立不拔 然后 太阳引擎呢 太阳引擎已经射光 将近全部的弹药了 这一对 然后后方的远古火蜥已经回来了 那这边还是有一个 远程攻击伤害可以继续做 大家多少个 17个 太阳引擎杀了95个 这两对杀的数量也是非常多 所以高洛克成功的被 泰瑞昂给击退 而且高洛克毕竟是一个步行 陵阻的关系 所以泰瑞昂如果真的要去追他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了 你看 这边还是可以看出 泰瑞昂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三条形陵阻 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跟他对抗的话 你自己还是要想清楚 所以高洛克成功跟他收掉哦 诶 他没有选择去收他 为什么 这如果再砍一刀下去的话 多少还是有帮助的 就是对士气来说 但是这里的修蛮歇尾斯 招出来之后呢 泰瑞昂这里 哇爆发凤凰之心了 你看 这个血量直接回了半条血以上 绝望 这高洛克林 你看 你先把这个泰瑞昂给打死 如果你没有把他直接杀 杀到死后的话 我觉得就是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里的话还放了一个法术 这泰瑞昂的法术 忘记叫什么了 总之就是一个锥形的火焰 这里要烧关心式守卫 大概没有什么机会 关心式守卫还是非常的硬的 然后这里的龙骑王子 从刚刚到现在在打这个 打这个什么 什么样的守卫 打到现在竟然还有 竟然还在 而且还有十个单位 而且到现在没有撤退 这边竟然还可以 记录利用他 残存的一个冲击能力 来对付这些西人战士 还不错啊 龙骑王子还是很强的 所以这远古火蜥打他 在这边两个在这边 铲在这边 只有这个龙骑王子 还是死战不退 超级厉害的 中间再来看一下 呃 泰瑞昂 呃 狗鲁克快没血 你看他没有杀死他 就是他现在又回来了 而且又招出了一个 新的凶满蟹物质 而且他站在天上就开始 狂暴是怎样 站在天上就感觉到 特别的不爽 所以 OK 时间到了刚好就死掉了 狗鲁克这边还敢回来打啊 这可能 哦 泰瑞昂这边也是快没血了 他跑去打关心室守卫 关心室守卫是反大的 所以 泰瑞昂被砍得非常的痛 我的天 这里关心室守卫整个是发 你看 泰瑞昂这边斩死了 他 泰瑞昂的 不应该去找关心室守卫的啊 为什么 这个高精英玩家一直去 用他的大型部队打这个反大部队 我觉得 这个泰瑞昂死掉就有点严重了 不过 西人这边也是同时在闪牌 说不定 有机会吗 好像没有什么机会 高精英的部队感觉都在撤退 凤凰部位还是看到他非常坚弱的 正在作战 而且这边对付的是盔甲 擅长的 凤凰部位擅长攻击的目标 大型让位 猎龙咯 蒙昂玩起来 好的 这里也是成功的把贵狼打退了 两边战力评估差不多 但是西人这边的神庙守卫 其实残存的数量还是有点多 神庙守卫跟关心室守卫还在 这边剩一个凤凰护卫 然后生命系法师虽然是还存在 但是高精英这边还有什么可以打呢 有 远程单位的海军护卫 说不定可以用一些远程单位 会做出一些伤害 我们会稍微加速一下 但是呢远古活西到现在还是没有撤退啊 那怎么办呢 啊这法师互相打在一起 这野兽系的法师有一个翼手龙 翼手龙的一个做起 他打战马的话可能还是蛮可以的吧 看一下好像还不行 3840 哇 太阳引擎还在 这太阳引擎还在 你看这个战力评估还是55对开的 因为高精英这些部队 其实回头的话 还是有办法造出一些杀伤的 也还不见得真的会输 而且他是远程的 所以啊 蜥蜴蜴那边应该蛮紧张 因为蜥蜴蜴现在是 红腿状态 而且加上他的士气 也不是很稳健 但是这里有一个不错的操作 远古活西异过来直接的贴上去做一个近战 撕咬这些猎物 然后那个洛森海军部位还是撑不住的 虽然他是反大的部队 但是这个中盘 火蜥蜴被这个法师给砍退哦 变速又存在出来了吗 这里的灵溪祭司也是闪白的状态 而且生命系法师这边 打开了赫斯之书 大幅增加法律补充 说不定还可以再拉一口奶 这也是有机会的 海军护卫这里被冲撞的话 应该是会撤退 士气应该是拱不住 这边还有两队也是正在闪牌 我觉得高晶莹这边已经凶多吉少了 然后全部连锁反应 然后全部的撤退 恭喜吸引人 其实算是蛮惊险的获胜啊 那我觉得高晶莹这边的话 我真的还是不觉得 龙骑王子一开始去 打这个对方的神庙守卫是一个好选择 因为他的凤凰守卫 其实可以扛住两队 那龙骑王子如果真的很执意 想要打神庙守卫的话 他可以考虑用Psycho Charge 就是不断的来回冲锋 去对这个长脊部队去做一个杀伤 我觉得是不错的 因为龙骑王子其实在这场 扮演到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他是高晶莹唯一的 这个冲击单位 就是机动部队 那蜥蜴人这边又都是以步兵为主 所以他的作用其实很大 而且龙骑王子单抓这个 远古火蜥蜴 我相信也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最后高晶莹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赢了 他的泰瑞昂死的太快 而且他泰瑞昂也是跑去找关心士手 所以这次高晶莹不知道为什么 很想要打这个反大目标 OK 所以恭喜这个蜥蜴人获得胜利啦 那今天一样是带来蜥蜴人的比赛 那希望各位看的喜欢 喜欢这个比赛 记得帮我点个喜欢 集中我的频道 我们就期待下次更多的观众投稿系列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